在葡萄牙的话 你跟葡萄牙怎么聊天呢 就是我发现有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 这也是涉及到一个文化差异 如果你要是跟他们聊的话 比如说你要是说葡萄牙多好啊 比如说现在一些政策好 你想夸他嘛 比如说你想给他擦擦鞋啊 然后就夸他 但是他就会不会的 你要是说他什么这个好那个好 他就会说哪里好 你有病吗 你为什么觉得这里好 他们完全是那种每一个人都是批判主义的 任何事情都会说不行的 比如说你说这个政策好 什么政策好不可能好 就是你如果反正就是涉及到就是政论这一块的 你一定就只能说不好 一定只能提问题 你根本就不能说什么 就像我们基本上有那种 有的时候就会说 这个政策好啊或那个好啊 要支持政府啊或支持 就是你如果一旦表现出来是你要支持政府那种 他就觉得你很奇怪 他就觉得你这是不是有病 是不是吃错药或怎么样 就是你要只要说到政府 或者说到政府的官员 哇在那真的是 说到官员那才是真的不能说好话 不管你是哪个党人 除非你是他们党内人士啊 你在就是表示公开支持他 你如果是普通老百姓 你跟老百姓聊天的时候 就是记住一个原则 只要是一个政治人物 就是垃圾 你就只跟他讲垃圾就对了 你只要哪怕看到他有一点缺点 你就马上说他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然后马上这位那会附和 你就说这个人就是王八蛋 这个人就是贪污 这个人就是坏 这个人就是没脑子 这个人就缺逻辑 就是反正任何事情 你只要说他不好 你马上就会有支持者 你要是说什么 比如说啊 你觉得他做的比较好啊 你就会说哪里做的好了 然后就说你看他 你还可以给他律 一二三四五都做的比较好 我们说安东尼尔科斯塔吧 其实科斯塔做的好 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你要是跟他说科斯塔做的好 他就马上给你列句 做的好有什么了不起的 做的好是应该的 再说了他只是表面上做的好 实际上还有很多生成词的问题 一二三四五 你就惊呆了 OK 好吧 那他做的不好 对 做的不好就对了 普大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就不会 就不会就是说有 就是希望人家那种 来附和他 他就一定 你必须要说他不好 你要说他好 他会觉得你 你是不是他们那个党里面的 你是不是他们那个 你是不是敌对势力 即使就是跟你聊天 这个人他本身也没有什么党派 他也没有参政什么的 你就是不能说他做的好 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强烈的文化差异 比如说我们 要听到外国人说 比如我们中国什么什么做的不好 马上就会说入华 然后马上就会说不行 怎么能这样说我们 就是 有一种民族情绪带动 但是我觉得欧洲人这一点 真的是没有 没有民族情绪带动他们 他们就觉得你说他做的不好 就对了 你就一定要说他做的不好 他们巴不得人人都来提意见 就像是以前那个中国那些皇帝啊 就是说 虽然是假的 但是我们历史传统也都是这样 他就是假的写说 就是受人建言啊 那个什么什么的 可能那真的只有宋朝的时候做到了 其他年淘汰的时候 中国重古资金就没有任何时候是皇帝 就包括就算是宋朝的时候 好像皇帝 收那种叫什么建计令之类的 也都不是说 每一个皇帝都做到 比如说 赵购吧 我们家赵老九 就有杀一个太学生和一个老百姓 就是因为建言他 一定要去北伐 所以中国历来都就是那种听不进去敌对意见 或者听不进去批判的那种 但是这个事情呢 在欧洲如果生活在外国的话 阿强就可以注意了 就是骂 我跟你讲 你想跟周围的葡萄人搞好关系 你就是给他一顿骂 臭骂 就不要你骂 不要骂他 你骂他们的政治啊 骂他们的官员啊 骂他们的国策啊 骂他们的那个选举之中 出现存在的问题啊 随便骂 放开了骂 你一定不会取高和完 人人都会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支持你说 骂得好 你看连外国人都看出来 你坐得这么差 你什么垃圾政府 这个就是红灯 这个就是绿灯 走到哪儿都是百事不爽的一个交友方策 但是你要知道什么不能骂吗 你就不能在本菲卡的人面前说本菲卡不好 你不能在里斯本经纪的那些人面前说 里斯本经纪不好 这个是要挨打的 比如说人家 两个里斯本经纪和本菲卡人吵架的时候 你就 我是外国人 我不懂 不知道不知道 然后他们就会试图来说服你说 我们本菲卡都好 我们斯伯丁都好 但是你就说我一个外国 不懂 他们都会问你 那你要选一个 选一个 不懂 不太了解 不知道 这种时候就不要去参与了 如果你要是去 在一个喜欢本菲卡的面前 说本菲卡给他提出意见来的话 可能会挨打 就是他们对于我们的那种 他们的那种叫什么 这是很奇怪的一点 像我们中国人就会 比如说人家说你 这个哪里哪里治理的不好啊 或者什么的 他们就 中国 你会说出话 这个就是 怎么 我们中国人 关键什么事 怎么怎么 我们内政啊 什么的 他们就不会 你说他做的不好 就是不好 你说钱了 说淡了 说清了 啥更不好 所以 这算是一种文化差异吧 还是说 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 欧多尔正比较好一点 对吧 人家所谓的就是 兼听则明 偏听则爱 任何事情都多一些意见 或者提意见的人 比给你 在那里无脑鼓掌的人 要来得好 才会让你这个 才会让你变得更加的亲民吧 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 在网上会看到一些人 不要那么着急的 就说人家在辱华什么的 你看一下这个事情本身 他是不是说的有道理了 人家给你说这些话 是在给你提意见 还是谩骂 对吧 有些谩骂的 什么猪啊 什么怎么 这些东西 听一听 神经病对吧 但是如果人家是说 你的政策性的东西 或者是 提的一些 根据实际上的问题 就是实际上存在的问题 而提出的 一些想法和看法 和一些批评的话 我觉得这种是很难得的 应该是 即使他说的不对 但是人家有这颗心 要跟你讲 那毕竟他知道 如果他知道的是 实际存在的问题的话 那证明人家 至少是关心过的 可能他说的不对吧 但是 应该open一点 就是开放一点的 接受这种批评 对不对 反正我这样想 adeu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